今天有我 菲尼和捷克為大家做這個檢報的解作 那這是天行旅客的旅客 各位 喂 天行旅客Loco 探索亮點 分享跟感動 特別是我們對旅客的承諾與旅客的經營理念 探索世界的美好 亮點旅客的精彩 分享旅遊的價值 感動與旅客的回憶 那天行旅客是一間綜合旅行社 那成立於1993年 日期旅客26年 將近27年 董事長是我們許陽澤先生 那相信在做的同業 有對這個旅客應該很熟悉 那因為我們董事長 有多年在公部門的服務經驗 今年更去年的8月更融獲 我各位前輩的支持與愛護 或警報協會的執長 那因為我們是綜合旅行社 所以上到團體旅遊的機家 到下到機 就是散客的機家 我們都可以做服務 比較特別的是企業服務 企業服務的不算的話 我們有針對國內外旅遊 呃 員工旅遊的行程規劃安排 還有經濟力競賽 以及獎勵旅遊都可以做規劃 那這些是我們曾經承覽過的資名企業 可能是中國慶或信工銀行 那這些公司是進行以來比較知名的企業 以及人數比較多的獎勵旅遊 跟員工旅遊的部分 那如果是企業服務的部份的話 可以針對各位的需求 以及預算做客製化服務 上到櫃台的跑馬燈 然後即做daity shop的專屬 還有鼓肌、整巾、無私的表演 那以下就是我們針對我們近幾年來的 魯力地區日本 其中一個城市池城做介紹 因為池城是知名度比較小 然後大家也比較默讀的地區 接下來就為大家做介紹 首先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個念池 不是念砍塵 如果你要找我一個人說 我要買砍塵 但是我可能沒有要幫助你的 然後首先介紹我們這次是用台灣的虎盤 然後早上的時間 時間的話會一季節會有分兩次 會變種 然後虎盤的話是A320系列的班式 然後總共是180個座位 出發時間有分兩天 分每個禮拜四跟禮拜五千出發 總共是日去四回跟四去日回 共四天跟五天新塵 然後接下來是大概介紹池城的自己位置 我們池城的話大概位於東京的右上方 這裡我們俗稱北關東三線 總共是池城令木跟群馬 池城的話大概從東京搭電鐵 然後池城的最大的首度 不是 四 四 那邊水步大概需要75分鐘的時間 從東京開車到池城機場 才80公里 跟池城機場65公里其實也差15公里左右而已 然後來介紹池城的一些特點 一、二月的話 池城附近可能沒有長選 所以我們會拉到其他地方去 再來三、四月的話就是以賞衣 然後紫藤 還有這個粉田花為主 然後在五、六月的話就是 很有名的紫藤 還有倉庫花 七、八月的話就是大家都放暑假 所以會以金子油為主 東園、吉士尼還有水族館 再來 九月、十月的話就是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紅色這個波波球 十一、十二月的話 會以光業還有紅色波波球 還有一點點可以比那位主 然後再來介紹日本的三大名 這是位於水庫的接樂園 與岡山的霍樂園 還有金子的尖六園 而比起日本三大名原 然後 接樂園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梅花 梅花的話 接樂園裡面大概有3000顆左右的梅花 然後大概在每年的二月中到三月底時候會盛開 然後結束 然後每年都會有 他們都會有活動在二月底左右會舉辦 舉辦美酒祭 所以大家請大家去示範他們的美酒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美酒祭 然後晚上也會有點燈 大家可以參觀 再來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最著名的 就是糖露海冰夢園 糖露海冰夢園的話 我現在大致分成兩個季節 一個是四月中左右到五月初 然後一個是大概七月到十一月 四月中到五月初的話 就是這一片藍色的花海 我們叫做粉碟花 然後 七八月左右的話就是 因為四月結束之後 它會把粉碟花全部拆掉 然後開始改動綠色的哨子草 大概在七月八月的時候會長成 然後到時候九月十月十一月之後 它變成慢慢變紅色 變成紅色的哨子草 這是相當漂亮的奇怪 再來一隻日本的山大名副 它位於池城縣的北方 位於一個戴田 戴田瀑布 它與俄哥山南納斯瀑布 還有祕木的華岩瀑布 並稱日本的山大名副 然後 再來接下來就是介紹 我們 池城縣內的一個大喜水族館 四楊總共要到日本第一位 再來接下來介紹的是 農村大吊橋 它的高度是100公尺 為日本最高 然後它也可以參加一些 就是高峰彈跳 甚至下面有一些 可以參加它的伴奏 然後 然後 池城縣內還有一個有名的就是 自古以來有被譽為 西邊的富士山 還有中邊的獨波 這是其中一個獨波山 再來介紹的是 這是位於池城縣南方的牛九大佛 這個牛九大佛高大概約120公尺左右 到2002年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銅像 然後在2002年之後被大陸的一些超越 還有 再來介紹日本的第二大湖 小湖湖 第一大的話是位於 左赫艾美關西的 皮帕湖 然後這是第二塊的湖湖 它有風船 水戶兩用船 這支遊湖都可以 再來池城其實也是一個農產的大縣 就像大家都知道 哈密瓜可能就是北海道的西藏很有名 但其實我們池城 也是哈密瓜最大的產地 再來還有藍莓 蘋果 葡萄 水梨 其實都是 這邊的產質相當的豐富 剛介紹完池城之後 現在開始介紹隔壁的麗木 麗木的話有名的就是日光座照光 相當有歷史 歷史風味 對 這是有參加工的最後的地方 再來這是要往北一點的地方 納區動物園 在親子游的時候 我們會排到納區動物園 動物園的話 蠻喜歡的就是這個 水層軍 可以看他們泡澡 然後不然就是羊頭 再來 另外一個其中一個特點就是 被CNA譽為 世界上十大的夢幻美景 就是足利層城公園 大概每年在這個時間 大概四月下旬到五月中上旬左右 它園內會盛開五千顆的椅子棚花 八分中期結尾 好 然後除了這個幾節之外 我覺得另外一個漂亮的就是 在十月底到二月左右的 他們晚上也點燈 再來介紹的是 杜梁愛西湖鐵道 這是野村秘境鐵道 這個在秋天的季節大家排進去 再來往北介紹 介紹到惠基諾雙城 相信大家應該多少有聽過一些 白虎盾還是刺蠟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八重之音這部日劇 如果有對時代有興趣的話 再來介紹日本第四大的基諾大夫 他位於福島縣內 然後冬天的話 因為可以像這樣 像天空的鏡子 所以右撐天鏡 然後再來介紹就是日本三大和長村 與齊富的白春香跟京都的美三滴 合成三個大和長村 這以前是交通驢站 然後現在還保留著他們現在的隆屋 對 然後這是規劃大概的行程 就是大部分 有的行程是往北跑 跑到最遠到福島 再回來 有的是往西邊跑 跑到新井澤再回去 甚至有的是往跑到北一點那區 下來東京之後再回執行程 然後除了那些行程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主題性的 比如說高爾普朽 因為執行線的高爾普朽其實也相當的多 再來就是鐵馬 鐵馬的話剛剛介紹的峽谷 附近有的 他現在的池塵線有在推鐵道 鐵道之旅 鐵馬之旅 鐵馬之旅 之後還有自駕油 所以我們這邊要呼應就是 我們公司一開始的公司 探索世界的美好 亮點旅途的精彩 分享旅遊的價值 還要感動你我的回憶 以上就是我們先請評測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他用的活動 風格 謝謝大家 新聞 謝謝 感谢观看